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一日三餐 天下不同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早餐 比利时华夫饼与日本抹茶的甜蜜觉醒 二午餐 意大利千层面与泰国凉拌青木瓜的五间交融 三晚餐 法国海鲜汤与中国烤鸭的高雅对决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早餐 比利时华夫饼与日本抹茶的甜蜜觉醒 啊 早餐 一天之中最被低估的饗宴 它不仅唤醒了沉睡的味蕾 也开启了新的一天 今天 我们要谈的是一场跨越大洋的美食邂逅 比利时华夫饼遇上了日本抹茶 一场甜蜜的觉醒即将上演 首先 让我们从比利时的华夫饼开始 这个被糖霜覆盖 形状像是中世纪城堡窗户的美食 其实有著一段相当有趣的历史 比利时华夫饼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 当时的人们在热食上烤制面团 不过 直到中世纪 一些天才级的比利时修士 才想出了在面团中加入肠 奶油和蛋 并且使用有图案的铁板来烤制 这才真正诞生了华夫饼的前身 现在 让我们转向东方 来到了日本 在这里 抹茶 那重经过精细研磨的绿茶粉末 不仅仅是一种饮料 它更是一种艺术 一种禅意的表达 自十二世 既传入日本以来 抹茶 已经从仅仅是禅宗僧侣的一式饮品 变成了日本茶道的核心 甚至渗透到了日本的糕点和甜品中 当比利时华夫饼遇上了日本抹茶 这不仅是一场味觉的盛宴 更是一场文化的交流 想象一下 当你咬下那酥脆的华夫饼 糖霜的甜蜜与奶油的香浓在口中融合 接着 一口抹茶的微苦与清新随之而来 平衡了甜蜜的沉重 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决心感 这不仅仅是在吃早餐 这简直是在品味一场东西方的诗意对话 当然 这场对话并不总是那么和谐 有时候 抹茶的苦涩 会觉得自己背过天的华夫饼霸凌了 而华夫饼则 可能抱怨抹茶抢了他的风头 但这正是美食结合的魅力所在 他们在碰撞中找到了完美的平衡 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早餐体验 所以 下次当你在品尝这种跨文化的早餐时 不妨想一想 你不仅仅是在吃食物 你其实是在参与一场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 一场史与古罗马厨房 经过比利时修道院 最终与日本茶道相遇的美妙之旅 Bon Appetit 或者应该说 Itadakmesu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午餐 意大利千层面与泰国粮拌青木瓜的五间交融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论一个跨文化的美食现象 意大利千层面与泰国粮拌青木瓜的五间交融 这不仅是一场味蕾的盛宴 更是一次文化的碰撞 就像是罗马遇上曼谷 或者是凯撒大地与泰国的阿狱王 在午餐桌上的一场友好握手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意大利千层面 或者更专业一点 叫做Lasagna 这道菜的历史 比罗马的某些遗迹还要古老 它是一道层层叠叠的美味 每一层都蕴含住丰富的肉酱 浓郁的起丝 以及那不可或缺的面皮 它就像是意大利妈妈的怀抱 温暖而充满爱意 然后 我们再来看看泰国的凉拌青木瓜 泰语中称为Somtime 这道菜是一个色彩斑斓的艺术品 将青木瓜的清脆 辣椒的热情 柠檬的酸爽和花生的香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它就像是泰国的夏日风情 让人一秒钟就能感受到 曼谷街头的热闹与活力 当这两道菜在午餐桌上相遇时 就像是一场美食的联合国大会 千层面的温暖与浓郁在口中缓缓展开 仿佛在说 亲爱的 放慢脚步 享受这一刻 而凉拌青木瓜则像是一位热情的泰国舞者 轻盈地跳进味蕾 带来一阵阵的清新与活力 他在旁边急切地拍手叫好 来吧 让我们一起跳起热情的萨巴舞 这样的午餐 不仅是一场味觉的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的旅行 他让人们在咀嚼之间穿越欧亚大陆 体验不同文化的交融与对话 这不仅仅是食物的结合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展现 开放 包容 好奇 并且乐于探索未知的可能 所以 下次当你在午餐时 选择了这样一个跨文化的组合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是一位美食外交官 正在参与一场味蕾上的国际峰会 享受这场美妙的午餐之旅吧 因为 你不仅仅是在吃饭 你是在品味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晚餐 法国海鲜汤 与中国烤鸭的高雅对决 各位涛客们 今晚我们将见证一场味蕾的盛宴 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美食对决 法国海鲜汤队上 中国烤鸭 这不仅是一场料理的较量 更是两种文化的精致交锋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来自法国的高雅选手 海鲜汤 这道菜药源自法国南部 以其丰富的海味和细腻的口感 闻名于世 海鲜汤 或者更具体地说 布列坦尼的Buyo Base 是一种将各式海鲜如鱼 虾 贝类等与番茄 洋葱 大蒜 香草和橄榄油等香料熬煮而成的汤品 它的诞生 相传是渔夫利用无法出说的 鱼类创造出的美味 如今 它已经成为法国料理中的经典 一碗好的海鲜汤 不仅要海鲜新鲜 汤底的香气也要恰到好处 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地中海的波光凌凌 而在东方 我们有助同样令人垂涎的选手 中国烤鸭 这道菜源于中国北方 拥有助至少一千多年的历史 烤鸭的制作工艺精湛 选用肥美的北京鸭 经过腌制 炊皮 挂炉烤制等多道工序 最终呈现出金黄酥脆的鸭皮 和鲜嫩多汁的鸭肉 烤鸭上桌时 常常伴随住薄饼 酸甜的甜面酱和新鲜的蔬菜丝 每一口都是对传统工艺的致敬 也是对味觉的极致挑逗 当法国海鲜汤遇上中国烤鸭 这场高雅的对决 不仅是味道的比拼 更是一场文化的交流 海鲜汤带来的是地中海的清新与活力 而烤鸭则代表着中国烹饪的深邃与复杂 一边是汤匙轻轻聊起的海洋之歌 一边是筷子夹起的皇家盛宴 不过 各位 这场对决并没有胜负之分 因为在美食的世界里 每一道菜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晚餐的桌上 法国海鲜汤与中国烤鸭并肩而坐 他们不是对手 而是伙伴 共同为我们献上一场 视觉与味觉的盛宴 所以 各位 当你品尝这两道佳肴时 不妨想想那些历史的故事 那些匠人的翘首 那些文化的交织 让我们用筷子和汤匙 共同庆祝这场美食的盛会吧 Bon Appetit 又或者说 食神好胃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了一场 跨越大洋的美食邂逅 从早餐的比利时华夫饼 与日本抹茶的结合 到午餐的意大利千层面 与泰国凉拌青木瓜的交融 再到晚餐的法国海鲜汤 与中国烤鸭的高雅对决 这些菜肴 不仅仅是一场味觉的盛宴 更是一场文化的交流和对话 从比利时华夫饼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美食的源头 往往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而抹茶的产意和泰国凉拌青木瓜的热情 也带来了不同的味觉体验 这些菜肴的结合 不仅是味觉上的碰撞 更是不同文化的交融 让我们在品尝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在这个六度世界中 美食是一种可以穿越时空的魔法 它让我们在一口口美食中 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魅力 每一道菜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价值 每一种食材和调味都有其特殊的风味 让我们在品尝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世界的无穷魅力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在这些美食的结合中 你是否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 是否也有其他跨文化的美食组合 让你印象深刻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